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自动驾驶汽车用于城市公共电汽车客运 还有网约车 汽车租赁等城市出行的服务 并对此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提及 符合国家和北京市有关规定的自动驾驶汽车 按照保障安全循序渐进的原则 可以开展道路测试 示范运营 道路运营服务测试等活动 征求意见稿同时明确 利用自动驾驶汽车开展活动 需要按照国家有关的规定 配备驾驶人或者安全员 其中自动驾驶安全员 可以为远程配备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 自动驾驶汽车上路行驶期间 发生交通违法行为 如果车内有驾驶人 则依法对驾驶人进行处理 车内如果是无驾驶人的 将对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进行处理 此外如果自动驾驶汽车 在车内无驾驶人时 发生交通事故 远程安全员应当立即报警 来关注到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7周年之际 中央军委9号在北京举行 荣誉称号的颁授仪式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想获得荣誉称号的单位颁授讲级 八一大楼仪式现场 部队官兵和文职人员代表 整齐列队 气氛庄重热烈 下午三十三十分许 十八名礼兵正步入场 持枪助力两侧 班寿仪式开始 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在铿锵有力的 人民军队忠于党乐曲中 习近平向获得模范火箭炮兵连 荣誉称号的陆军谋侣一银二连 颁授讲旗 连队官兵代表向习近平敬礼 郑重结果讲旗 习近平向他们亲切之意 表示祝贺并合影留念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颁授仪式在嘹亮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歌声中结束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9号下午还在八一大楼 出席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 何鸿军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 佩戴了上将军弦奸章的何鸿军 向习近平敬礼 向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敬礼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敬献仪式在嘹亮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歌声中结束 奉回事综合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8号到9号访问俄罗斯 这是莫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首次访俄 也是他连任总理后的首次海外出访 莫迪连续第三次就任印度总理以来 首次对外双边访问 选择了俄罗斯 这与传统上选择一个或多个印度邻国 强调印度的邻国优先外交政策不一样 访俄期间 印俄两国领导人举行了 第22届年度双边峰会 会议一场包括俄乌冲突 特别是俄罗斯军队招募印度人的问题 以及其他全球和区域问题 除此之外 双方讨论两国之间宣而畏惧的问题 包括贸易、互联互通、太空、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国防供应、西方制裁下的支付问题 以及核反应对工程商的合作 目的宣布 印度将在俄罗斯喀山和叶开杰林宝 设立两个新领事馆 India-Russia have a special and privileged partnership since 2020 which has remained resilient in the wake of multiple geopolitical challenges 对于英俄峰会7月9日举行 刚好北越峰会也同一天开始举行 印方强调印度和俄罗斯有着广泛且多面性双边关系 印俄峰会与北越峰会无关 有分析家指出 印俄两国之间的多项合作项目 例如在印度生产AK-207步枪、灾人太空飞行、印度南部库丹库拉姆核电计划已有20多年的历史 莫迪对俄访问将可能驱动新合作项目的开始 莫迪的莫斯科访问是在印度与美国关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进行的 莫迪去年6月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向美国国会发表了讲话 这样的待遇通常是留给美国亲密盟友和伙伴 印度也是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成员 凤凰卫视记者、商经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莫迪见到普京的开场白是这么说的 他称呼 总统阁下和我亲爱的朋友 祝贺您在俄罗斯大选中取得辉煌胜利 我觉得这个称呼就基本定调了 刚刚结束的上和峰会莫迪没去 就是要在莫斯科憋一个亲切的热烈的隆重的 不知道美国人看了是什么滋味 能够跟普京雄抱 印度也是在展示自己的筹码 这次莫迪访问 泽迪斯基批评他在乌克兰一家医院遭到导弹袭袭击的当天去拥抱普京 那莫迪也当面对普京说无辜而同的死亡令人非常的痛心 普京没有那么脆弱了 那你莫迪要说就说呗 释放一下印度的压力 多大点事 不过莫迪去俄罗斯深化经济合作 特别是增加印度出口是重点的项目 这是主菜 在俄乌冲突上做贡献 那不是印度人的强项 也不必强人所难 印度人是投机的 这两年多的冲突 火中取利买打折祸 捞了不少的好处 不过这方面俄罗斯和印度应该说是一拍即合的 特别是在互联互通方面 那个国际南北运输走廊 包括从印度的金奈 经过印度洋南海到弗拉底沃斯托克的走廊 还有从孟买 经过苏伊士运河和波罗的海 到圣彼得堡的海上走廊 另外一条是陆地的走廊 从孟买出发 穿过伊朗到外高枷锁 通过莫斯科到圣彼得堡 那走廊的作用就是给贸易服务的 这次双方还加强核能方面的合作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和印度 正在就建设六台高功率的核电机组进行谈判 普京和莫迪还共同参观了 莫斯科全俄展览中心的原子能展馆 这些都是重点 莫迪在莫斯科和印度人社区见面的时候说 他的目标是让印度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他说7月9号距离 我第三次宣誓就任总理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月 我发誓要以三倍的力量 三倍的速度来工作 巧合的是数字三 也出现在了政府的很多个目标当中 真的是三哥跟这个三给杠上了 那印额关系更多的是从地缘经济的角度 而不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去看 我觉得更符合实际 去年两国双边的贸易额达到了657亿美元 不算高相比较 但是也创了历史的新高 这些贸易对俄罗斯非常的有利 印度进口了价值614亿美元的商品 包括石油 化肥 宝石 金属等等 贸易额绝大多数是印度在进口 是俄罗斯的大买家 是甲方 所以普京给莫迪一个雄暴一点都不奇怪了 随着俄罗斯转向东方 对于印度来说 新的经济机遇正在出现 印度贸易激增和新的合作领域 不会是昙花一些 把海上和路上的走廊打通之后 从北冰洋到印度洋的运输通道就打通了 这对俄罗斯有意味着什么呢 印度是美国非常渴望拉住的一个对象 一方面是制衡中国的一枚棋子 也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就是希望通过印度减少 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和绑定 美国有的时候拿印度真是无可奈何 是因为对于印度有很大的需求 而莫迪现在去莫斯科也是美国大选 自顾不暇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莫迪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 努力寻找平衡点和印度的最大利益空间 莫迪的第三任期开局真的是有点意思 再看到俄罗斯8号对乌克兰多个城市 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袭击 造成最少41人死亡 超过160人受伤 首都基辅的全国最大儿童医院遇袭 至少两名儿童丧生 我方指是乌方发射地对空导弹 击中了医院 被俄罗斯导弹击中的儿童医院 遭到严重破坏 一座两层高的建筑物被炸毁 救援人员在瓦力堆中寻找生还者 而在俄罗斯 别尔格罗德州的州长表示 乌克兰过去一天向当地发动袭击 造成至少20多人的死伤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出动无人机 向俄罗斯边境地区发动袭击 俄军在别尔格罗德州等地 摧毁38架乌方的无人机 早前因乌无人机袭击而关闭的 俄罗斯阿斯特拉罕机场和福尔加格勒机场 目前已经恢复航班的升降 北约峰会9号至11号在华盛顿举行 美国白宫高级官员8号向凤凰记者表示 虽然峰会将聚焦俄罗斯和中国 印太多个国家也将和北约加强合作 但北约不会向印太地区扩张 也没有接纳印太成员国的议程 北约峰会将于9号到11号在华盛顿举行 32个北约成员国以及乌克兰 日本 新西兰 韩国 澳大利亚和欧盟领导人 将会出席 根据峰会日程 北约 欧盟和印太国家领导人 将于11号上午就印太地区事务举行磋商 并发布首份扩大北约与印太四国合作的联合文件 这份文件将会阐明北约与日韩新澳之间的合作框架 包括对网络安全和虚假信息的应对 对于拜登政府上任后 连续三年邀请印太国家出席北约峰会 并加强防务安全合作 白宫当天表示 北约并非是要把集体防御承诺扩大到亚太 对于此次北约峰会是否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卡彭特证实 本届峰会的联合声明将会对中国 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 发出措辞强硬的谴责 中国交部8号指出 北约因恪守其区域性防御性组织定位 停止在亚太制造紧张局势 兜售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 不要搞乱了欧洲又试图搞乱亚太 北约峰会今年美国是主场 而美国的当家人拜登总统 如今是地位飘忽不定 本人又是风竹残年 强打精神来作为东道主身份来主持 这会不会是他的毕业秀呢 这可能既是拜登形象能力的一个保卫战 也是北约有可能是最焦虑的一次机会 从时间上说 这次峰会是赶在了美国大选前 其实各国轮流坐庄 应该美国是赶上了 但现实是 如今的这位带头大哥 有被特朗普取而代之的可能 就让拜登说话的分量 底气都大打折扣 拜登团队把这次的峰会看得特别重 辩论不行 靠峰会来补 否则呢 他会在国内和国际上都被看衰 他要借这次峰会 对自己推行的国际联盟自我表功 那看他的样子 心有驴儿力不足 党内同僚不断要求他退选 现在又要强打精神 努一把 把为期三天的这个会议 演讲还有晚会呢 都照顾周到 这对他的认知能力 还有行动能力 专注力 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所有人都会拿放大镜去看 证明自己健康 拜登呢 要证明自己行 make Biden healthy again capable again 如果再眼砸了 那么民主党还能不能容下 他去打最艰难的选战呢 换灯就会变得更加顺理成章了 恐怕这是拜登最后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了 如果这次他还能够照常发挥 跟对手去掰扯的时候呢 他就要去积累一些筹码了 话题能量和成绩弹 但是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预判了 这一次峰会会在关键的议题上施交 更多的聚焦在拜登的表现上 外界会怎么给他打分 俄乌冲突是拜登的遗产了 他这个这几年啊 应该说在乌克兰身上 没少花精力 没少花资源 没少花钱 对他来说 北约峰会的一个重要亮点 就是要展示他主导的这个援乌联盟 有多么强大 这点呢 他认为特朗普做不到 那在欧洲的盟国里面 像英国法国刚刚举行完选举 执政党之所以表现差强人意 一个关键原因 就是国内的民生 这些自己的事情没顾好 不是自家的事 反而呢 投入太多了 不过欧洲的领袖们 会拿价值观来说是 咱不争论 一切看结果 结果倒下 这次呢 我觉得会是一次 三心二意各怀鬼胎的峰会 来开会的这些欧洲大脑袋 今天 拜码头的对象是拜登 过不了多久 很可能是特朗普回炉了 那你今天的承诺 算不算扯淡呢 今天的拜码头 不就是做无用功吗 特朗普是明确贬低 北约对美国的价值的 北约不受他待见 乌克兰就更别提了 事实上 欧洲的国家 我相信一定会有这个 Plan B B计划 担心特朗普呢 会削弱对于北约的承诺 甚至可能会退出北约 这可是大事了 所以就算北约峰会 要营造集体决心和力量 背后呢 终究是明显的那种焦虑 和各种不确定 就算再精心策划 恐怕呢 也掩盖不了这场会 会变成一场 最焦虑的一次峰会 好 现在请看 峰会卫视记者报道的 其他重要表题新闻 我们稍后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蒋晓峰 在台湾 海集会前董事长郑文燦 移涉贪污案 桃园地方法院9号再度召开积押庭 最后裁定郑文燦 以1200万的台币交保 限制住居出境 前海集会董事长郑文燦 在桃园市长镇内 疑似在土地变更案中收费 桃园地方法院原裁定 郑文燦以500万台币交保 但检方不服抗告 桃园地方法院9号重新召开积押庭 董事长是不是要透过司法捍卫清白 有信心自身清白吗 会不会担心被积押 郑文燦脸色凝重 面对媒体询问不发抑郁 原定10点就要召开的积押庭 郑文燦迟了几分钟才到场 事实上为了不被羁押 郑文燦请了三大名律师协助辩护 在历经约四个小时的工房 地院裁定交保 但将保金提高至1200万台币 并限制住居出境 检方当庭提出抗告 而郑文燦火速筹到交保金 付出地方法院 郑文燦交保的消息传出 国民党支持检方提出抗告 认为郑文燦没被羁押 会无法厘清事件真相 在外面每一分钟 都有高度篡政的可能性 我们的法院在判决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谨慎 因为郑文燦他是有高度的政商实力 他能够进行这个篡政的可能性 是非常高的 外界质疑郑文燦已涉贪污 过去检方若有搜证 这几年又是谁在包庇 而国民党则是爆料 郑文燦还涉及到另外三期 土地开发弊案 牵连到的金额达到上百亿台币 凤凰卫视 彭世廷 沈正峰 台北报道 今天重开这个积压亭 改裁这个1200万的交保 减掉忙了半天 结果只是保证金 保试金提高了700万 对于郑文燦来说 不痛不痒 他只花了40分钟 就把钞票送到了法院 直接闪人 500万和1200万 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这个法庭就像可以讨价 还价的菜市场 这个对于积压工房市来说 应该说法院成了最大的输家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 黄国昌说 收钱的郑文燦二度交保 看到新闻差点没晕倒 他说 行贿的人直接拿到钱 到了这个市长的官邸 收贿金流都已经被掌握了 送钱的人也已被积压境界 那收钱的却可以交保证金 来代替积压 这么背离常理的裁定 还怎么让人对司法有信心呢 郑文财今天的压力 从外表就看得出来 换了法官 到底是继续交保证金 还是直接改为这个积压呢 这是最大的砍点 也是他的压力所在 但在几个小时的 纯江舍战之后 检方的积压申请 没有被采纳 法院只不过提高了 700万元的保金 来替代积压 算是给检方留了一个面子 破人家用40分钟 就把钱袋子滴溜过来了 这叫检方情何以堪呢 对于郑文财进行积压的原因 和必要性的部分呢 检方怀疑他有串供 毁灭证据和逃亡的可能性 但是法官没有采信 桃园地检署的检察官 据说是脸色铁青 说法院的这个裁定 任势用法不当 当庭抗告 那就是说这事没完 还要把抗告进行到底 郑文财可能要盘算一下 自己的银行存折里 他的数字扛不扛得住了 即使在开庭之后 检方放出消息说 郑文财和这个轮值法官的父亲 在过去有这个从属的关系 这也只能增加 高院抗告成功的概率 对于地方法院变更裁定积压 这个郑文财应该说 没有太大的效果 这个案件发生在7年前 郑文财拿到的500万元汇款 但事情没办成 却走落了丰盛 所以他就只好退款 但收取汇金是既成事实 就算事后退了这个钱 也不妨碍收汇罪的成立 但郑文财敢收钱 退勤也不含糊不犹豫 说明他在法律司法圈内 有一定人脉 能在第一时间就获得信息 随时能够掌握风向 再看这次检方的行动 检察官四次向法院申请搜索令 动作之大 历来罕见 如果郑文财有办法得知 7年前的监听 也有合理理由 这一次我怀疑 同样他也是有渠道的 在第一时间得知检方 要对他动手 对于检调的突袭 也并非毫无准备 难怪检方这一次硬仗 打得特别的辛苦 那么回头来看这起案件 7年前检调就已经掌握了情报 也有监听的内容 当时的行政部门负责人 不是别人 正是赖清德 为什么案子一哥就是7年 无声无息没动静 不是很诡异吗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和看天所在 如果一间没有半成的 地皮的案子 都有收贿500万的这个事 那么桃园这几年来的 土地开发案不知有多少 半成和没半成的 到底有多少件呢 检调掌握了多少 郑文财这次当这个 蔡英文的红人 这么多年 大概率是栽了 拔出萝卜 带出泥 有的时候 关键不是这个 拔出来的萝卜 有多大条 而是背后 有多少泥 好 最后呢 请您来浏览世界 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 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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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